夏天来了,又到了吃黄瓜的季节 今天来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做法 我们先准备一点面粉,一点食盐 加入清水,将它化开 然后将黄瓜用面粉水多搓洗一下 这样可以帮助去掉一点表面的虫卵和残留的农药 再用清水多冲洗两遍 洗好的黄瓜用刀去地 然后用擦湿器擦成细丝 擦好的黄瓜丝往里面加入一点食盐 用手给它翻拌均匀,帮助撒一下水 然后我们再来切一点胡萝卜末 黑木耳末 香菇末 葱花 姜末 黄瓜已经腌出了水分,然后用力地挤干 再将挤出来了黄瓜汁过滤一下备用 然后将挤干水分的黄瓜切成小碎末 切好之后放入大碗中 再将刚才切好的配料加进去 我加的是鸡胸肉末,也可以换成猪肉末 然后再往里面打入两个鸡蛋 往里面调入一点食盐 不用太多,因为黄瓜里面已经有了 然后加入生抽,老抽,香油 最后加上一点蚝油 加入一点胡椒粉 加入一点鸡精 用筷子将它们搅拌混合均匀 再取适量的黄瓜汁 加入面粉,搅拌一下,来和面 先将它揉成一个面团 盖上保鲜膜,稍微醒一下 另外我又准备了一点传麦粉 传麦粉最好往里面打一个鸡蛋 这样可以帮助它增加筋性 然后用黄瓜汁将它和成一个面团 先将白面团拿出来稍微的揉一下 然后上下撒上干面粉 用擀面杖给它擀开 擀成一个薄薄的大薄片 厚度自己来掌握 然后将它切成小方块 当然不想揉面的话 直接在外面买馄饨皮就可以了 然后打上馅料 搅对搅的包起来 还有一种做法就是肩对肩的包起来 我们这边叫做包面 不知道你们那边叫什么 减肥的朋友可以用这种全麦包面做主食 煮的话大家都会 我们再来调一个碗汁 丢一块紫菜 然后用煮饺子的水给它烫开 往里面加入一点生抽 然后再加一点香醋 最后来上一点香油 再加上一点虾皮 再将煮好的包面放进来 看起来就扣水直流了 吃起来浓浓的黄瓜的清香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感兴趣的朋友也赶紧的试一下吧 感谢观看 我是阿宇 拜拜